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倒计时开始 5 4 3 2 1 随着故宫博物院院长善计强的倒计时 故宫博物院五门城楼及东西燕赤楼 在绚丽灯光映照下一起被点亮 2月19号18点30分 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 也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 紫禁城少元之夜文化活动 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 第一次在晚间免费对公众开放 也是紫禁城古建筑群 第一次在晚间被较大规模点亮 通过灯光照明及灯光布景 紫禁城内的五门 燕赤楼 太和门 太和殿 东南角楼 东华门 东北角楼 神武门等区域霓虹闪耀 让观众可以在晚间游览紫禁城 自武门入场后 首先观赏点亮后的太和门广场 太和门建筑主体及汉白玉台阶 作为主要投影目标 用五万五千流明的激光电影放映机 通过激光投影技术 实现精准对位 让数字画面跃然于故宫古建筑之上 随后 由武门西马道登武门城楼 参观紫禁城里过大年展 结束武门展厅参观后 观众沿着由充满前日氛围的红灯笼 点缀的城墙步行至东南角楼 观看虚拟现实影片角楼播放 随后沿着城墙来到东华门城楼 参观营造之道 紫禁城建筑艺术展 当走过近千米长的布满红灯笼的 故宫东城墙时 可以看到临近城墙西侧的 部分古建筑也被点亮 聆听到唱音阁戏楼传来的戏曲声音 到达东北角楼后 观众可以步行至神武门 在这一区域可以观赏到城墙南北两侧 通过艺术灯光投影于建筑屋顶上的千里江山图卷等绘画作品 从而产生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离开神武门城楼后 神武门外东西两侧的角楼餐厅和角楼咖啡静候光临 从而圆满结束此次上园之夜文化活动 此次活动还邀请劳动模范 北京榜样 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消防队员 公安干警等各界代表 以及观众朋友数千人 前往故宫博物院的武门展厅 太和门广场 故宫东城墙 神武门等区域关灯赏景 共贺粮消 据悉 紫禁城上园之夜文化活动 将于2019年2月19号正月15 20号正月16 在故宫博物院举行